四十年這種事 吳朗牧師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朋友早安 我自己大概前面的兩個禮拜都在嚴重的 感冒 我幾乎都沒有聲音 所以我有點想跟 吳少道牧師講說要不要換一個講言 但是我後來發現他跟我聯絡了 說他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我說好 我說我想弟兄姊妹大概可以原諒我 大概可以寬容我 聲音不是很清楚 這個教會很特別 每一次我到很多教會去講到 題目都是我訂的 唯讀了這個教會 題目都是牧者訂的 然後都不太好講 這個題目都不太好講 那感謝主 其實聖經裡面每一個地方 其實仔細的讀 仔細的分享是很有滋味的 那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 童舌 他一個非常有名的聖經節 好不好我們把經節打出來好不好 我主要是要分享七節到九節 但是我想講一下他的背景 那要不要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一起來讀來 民宿記二十一章一到八節 對不起再幫我加到第九節好不好 再幫我加到第九節 好 那我們一起來讀來 住南地的迦蘭人亞德拉王 聽說以色列人從亞太淫路來 就和以色列人爭戰 比了他們幾個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 以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第四节来 我们心厌恶这淡泊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摩西那里说 我们厌度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还被咬的一望这蛇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在竿子上 还被蛇咬的一望这蛇 就活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节 让我从第一节开始分享起 民数记21章1到9节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出埃及 走在这个旷野路 一共走了40年 其实他们在第36年或37年的时候 已经将近迦南地 但是他们害怕 说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巨人 所以他们就 其实应该上去就得上帝给他们的牛奶以秘之地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说我们还害怕 后来摩西就带他们往回走 其实他们终于有一次 他们打仗跟在地人打 其实他们是打败的 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 大概是他们在走旷野的最后第二年 大概是在第37年或38年的时候 详细的时间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已经是 那这一仗一打完的话 以后他们没打了一仗 他们都赢 OK 这是很关键的一仗 以前他们是没打必输 OK 但是打这一仗以后 他们就是赢 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我要先分享的第一个点 赢跟输 有时候很难讲 赢跟输 有时候很难讲 让我来讲回来 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他们已经绕一个弯了 本来就已经快进 牛奶一蜜之地了 但是他们害怕 害怕了以后 他们说明师不能打 又去打 结果他们打了大败仗 后来他们就绕回来 绕回来走到我们红海的旁边 那么就和以色列人争战 理了他们几个人 所以然后开始他们在打一仗 这一仗的话他们打输了 那其实输也不是输得很厉害 大概几个人就被抓了 那以色列人像耶和华怀疑说 你如果将证明交付我的手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这个种族很特别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以色列 几个人被对方的巴勒斯坦 被抓走的几个人 那他说我去把他们全部都毁灭 OK 那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有的种族高度的 具有这个保护性 那这东西跟他整个种族的历史 是有关系的 一个长期受压的 一个长期维努的 他一旦获得自由 他本身的 他不能被欺负 他不能被欺负 到现在以色列人还有这个特性 OK 你离走了我几个人 我把你进行毁灭 OK 那么 那么这个 耶和华就应语了以色列人 把家人人交付在他们 他们就把家人人和家人人的诚意 进行毁灭 这是一部分而已 一部分的家人 在红海的旁边 一部分的家人的诚意 他们把他全部都毁灭了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 荷马尔 荷马尔后来还会再出现 OK 就是已经全部都毁灭了 OK 你看他们是不是打赢 其实他们可能不见得赢 不见得赢 按人看起来 他们好像是打了一个圣战 那以后他们会打好几个圣战 一直直到进到这个牛奶隐秘之地 那他们 这个大概已经快 大概是流浪旷野的第37或38年的 他们从赫尔山起行 往红海的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为这个路难行 心中就非常的环兆 这个你看 他心中环兆是打完圣仗以后才环兆 有时候我们一生 如果常常打败仗 可能还不容易环兆 OK 这是因为你打了一个圣仗 以前都没有打圣仗 后来终于打了一个圣仗了 打一个圣仗以后把对方毁灭 这个就开始改变了 有时候第一次的得胜 会让人改变 OK 第一次的得胜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其实人生一开始的时候是失败开始很非常好 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失败 你会有一个叫做战败力 战败力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常常标榜要战胜利 其实常常有战胜利的人 有时候经不起失败 经不起失败 我在社会很久 我在国家 我在社会很久 我常常看到有些大企业家 相当不错的大企业家 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是很顺利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战败 OK 然后因为他已经常常战败 他有时候 他反而谦卑 常常战败 有时候他反而要看到重点 常常战败 有时候他不容易被失败给打倒 OK 被不容易被失败给打倒 所以你看到第四节 他们从赫二三起行 心中开始就反倒 因为路难走 我已经打过一个圣战了 结果怎么还要走这种 很难走的路 OK 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 有时候 常常打败仗也有很多好处 OK 常常打败仗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在台湾大学当老师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台湾大学的学生 一般都是打胜仗的 一般都是打胜仗的 我跟他讲 你出社会以后 台湾大学学生的优势 大概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 三个月你有优势 因为你是台湾大学的学生 三个月以后的话 就看你的表现 然后你的表现 一般讲起来 台湾大学学生 在社会上的起薪 大概比人家多三 多五千块到多一万块 有时候会多到一万五 甚至别人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你就因为 因为你是台湾大学学生 或者是你有老师的推荐 我的推荐也蛮有用的 我推荐非常有用 这个 有一次 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叫做中元宴 你有没有听过 中元宴要有一个很高级的干部 然后他里面的主管打电话给我 他说张教授 我们要一个很高级的干部 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学生 OK 那他就说张教授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学生 我知道他等于是要我推荐的意思 那我说这个学生 做人很诚实 那他说还有没有别的 那我说做人很肯负责 他说还有没有别的 那我说他以前当过系协会的卫长 他说这个好像不太好 OK 那他说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没有别的 那我就讲一点 听说那一次很难进去 有好几十人在应征 这个中元宴的一个主管 那我就说 我跟这个学生相处 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我过了二三十年 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去做实验 我是喜欢做实验的 我常常在台湾的各处 帮国家整治一些严重的污染 OK 那么 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 在九份 在那个金山的附近 你们知道金山吗 OK 北台湾有个地方叫金山 金山有个非常严重的污染 有个非常严重的污染 那这个污染后来已经被拿掉了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OK 那么这个污染 这个工厂在这个山的底下 那天下大雨 哇 下了大雨 然后我就问我的学生 老师想到那个山的底下 去踩一个水跟土回来 OK 那我只是想而已 就看到有个学生穿着雨就 他就滑下去 从山上滑下去 然后就踩那个水跟土 然后再爬上来 那个我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那个山谷很深 大概有一两百公尺那么远 这个学生他在那边大学生 他跟我出去做实验 他就听了老师这样讲 雨衣穿起来就从山上 就滑下去 然后把水跟土踩起来 背起来 从山下再爬上来 OK 那我说你如果问我这个学生 这个是我的印象 这个是我的印象 他真是敢做 真是敢做 OK 那个主管 他说张教授 很谢谢你告诉我这个 你很快就可以知道 真是的结果 那他还告诉我说 这个工作中研业嘛 OK 那有很多的博士去申请 那我说我这个学生就有硕士而已 他在美国拿到一个硕士 他说张教授 你很快就可以知道结果 你知道他们最后嫌谁 你们猜一下 他们最后嫌谁 嫌他 对 嫌我的学生 嫌我的学生 所以我的学生当然后来有来谢谢我 当然我其实不是这个谢谢 我现在就是 我说你要永远保持这种 脚踏实地 做第一线 一个当主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品格 所以我现在讲起来 这个有时候路然行 心中就不要起 不要起环照 你们认为我是不是一个容易环照的人 我是呢 我是呢 我刚才已经安息两年又四个月了 真的好快 我真的很谢谢你们教会 我姊妹一安息的话 你们就请我来讲道 真的你们也很敢 OK 那我就来讲道 我也很敢 OK 那你看 你们 我在台北很多教会讲道 我来你们教会是最多频率的 最多的 OK 我没有到一个教会来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跟我有很特别的感情 那我也很谢谢吴牧师 OK 我认识吴牧师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吗 1979年 1979年 我1979年认识吴牧师的 那时候在一个 那个佳音堂好像在一个巷子里面 对不对 那个佳音堂好像在一个巷子里面 并且那个 那个 那时候那个哨道还在念国中 那时候 很早以前 那我因为快出国了 那我就去那边聚会 我其实聚会时间很短 那我就到国外去读书了 我在讲起来 什么叫做心中还照 就是人开始骄傲起来 就很容易还照 人开始骄傲就很容易还照 常常失败的人 比较不容易还照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会比较谦卑一点 会比较 会比较不容易 就是会有个忍耐 OK 心中开始还照 然后就抱怨 抱怨上帝跟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句话是个很致命的一句话 上帝非常不喜欢讲 上帝的子民讲这句话 你为什么当初把我们领出来 难道你要使我们实在旷野吗 这里没有粮也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 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讲 其实我还没有信主 好像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非常伤害上帝的一句话 非常伤害上帝的话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时候爸爸妈妈把你们弄得很生气 你说我巴不得不是你的儿子 我巴不得不是你的女儿 这个话就很伤害父母亲了 有些话不能够随便讲 OK 有时候对太太生气的话 也不能随便讲说 我巴不得你不是我太太 OK 有时候我们就忍气吞撑 OK 忍气吞撑 OK 有时候的话 有些话一讲 大概关系就没了 你信不信 有些话你不要随便乱讲 你一讲 因为我带过很多学生 有时候我们要帮助某些学生 好像跟他搭一个桥一样 搭这个桥可能花了几十年 几十年才能够搭这个桥 特别是同性恋的学生 OK 特别是同性恋的学生 我教过几个男同性恋的学生 其实在我们老师的眼中 学生就是学生 神带领我们来 我们就是认识他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要跟他们有沟通 要搭那个沟通的桥 可能搭了五年到十年 他很多话不会跟别人讲 他只会跟你讲 因为你搭这个桥 我跟你讲 你要把这个桥拆掉 一秒钟就可以拆掉 拆掉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就再也没有了 你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是 求主保守我们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还兆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厌恶 为什么呢 有时候真的 我们跟儿女的关系 有时候是长期的去培育 你要给他断就 大概很快就可以断 我们跟牧者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跟牧者的关系 也是长期的 长期的同工 长期的一起征战 长期的一起祷告 长期的一起彼此的配搭 你要让他断 一秒钟就可以断 有时候我们这是珍惜 人跟人的关系 珍惜人跟人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可能有时候也是一样 这句话很伤人 很伤上帝的心 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埃及没有什么好 埃及是做奴隶 埃及没有什么好 埃及是人家叫你去做很多事情 还不用付你金钱 OK 那好 我为什么要死在这个旷野中 其实他们都还没有死 生气的时候就讲这个话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这个淡泊的食物 弟兄姊妹 我们讲话要很小心 我们不只在人面前讲话很小心 我们在神面前讲话也很小心 有些话你不要去碰 我巴不得我不要成为基督徒 我巴不得起初就不要去教会 我巴不得起初就不要来这个教会 我巴不得起初就不要来这个教会 我巴不得起 讲这个话都要很小心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有些话可以随便讲 有些话不能够随便讲 那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这个 所以这个话很上上帝的心 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 当然领出来就非常美好 你说这路很难走 路很难走有时候会培养我们 我们台湾的树 是不是很容易被台空吹倒 上一次不是刮了一个台空吗 叫什么台空 上一次叫什么台空 上一次 三 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十页几乎没有台空 我们十页会有台空 大概是百分之一的机会 我们的十一页是从来没有台空的 台空在我们的有史的记录里面来 我们十一页是没有台空 大概一千次里面就会有一次 结果今年来了几次 来了好几次 三次还四次对不对 破纪录 所以我们以前一些国家重大的国际会议 什么时候举行 十一页举行 因为十一页是台湾完全没有台空的时候 结果今年台空来了特别多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理论上讲起来台空是海水的温度到28度C的时候 就是海水的表面的温度太高了 如果你的温度如果秋天的时候应该温度要变低了 就温度还这么高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的北极有问题 我们的北极如果冰有问题的话 整个洋流就怎么样 动不了 整个洋流就动不了 北极的冰会到我们的赤道来 然后再推回去 如果北极的温度不够低 我们的洋流就停 洋流就停的话 夏天所造的海水的温度 就会怎么样 一直没办法低温下来 今年是我们几百年来难得遇到的一年 十一月竟然有几个台空 四个台空 你说台空也不是很大 我还担心十二月会有台空 我还担心十二月 我想这个真的是求主联名 我们这个时代 也不一定是为我们 更像是为我们的下一代 求主联名 求主联名 这个十一月竟然有台空 你说台空 有台空好还是不好 有好 第一个可以放台空架 OK 第二个 台空架没坏的 没坏的没坏 还有没有别的 有台空有什么好不好 我跟你讲 今年如果有台空的话 明年的海里面的雨多特别好吃 为什么 因为台空把海水整个怎么样 整个扰动 所以以前我们深海的氧气很少 台空带来深海的氧气 这是它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 我们台湾的树很多种 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过美国 去过德国 它树没有几种 我们台湾淹到很多有台风 所以我们树很多种 为什么因为优势种很容易被怎么样 被台空干掉 OK 你们知道台湾以前有一种很大的 卤蔓 有很大的野生的卤蔓 我们台湾叫做罗门 老罗门 我告诉你是大个罗门 怎么会有卤蔓 就因为有台空 台空在那里嘎嘎嘎 然后就把底下的河床挖得很深 那裡面就可以注盧曼 所以我常常在野外 常常在那邊看 颱風有它的好處 颱風也不完全是有坏處 所以有的時候 有時候也不要厭惡颱風 也不要厭惡颱風 有時候颱風真的是 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 有些樹會倒下來 有些樹枝會斷掉 也有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平常有病 平常這個樹已經有病了 當然我們後來推動立法 我們在兩年前 推動國家整個立法院 所有的樹在種的時候 那個樹的洞要大一點 樹的間際要寬一點 為了保護一棵樹 我们家的大樓 我住在景美 這次的颱風 好多樹都倒了 好多樹都倒了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大樓的主委 跑來問我說 張教授 你很有經驗 那個市政府說 把樹給砍了 我說你不准給我砍 他說樹都已經倒了 我說不能砍 不能砍 樹都倒了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拉起來 我們台灣很多樹 倒下去你把它拉起來 它還是活著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棵樹叫做金城武樹 請問是誰去把它拉起來的 金城武樹是什麼樹 金城武樹不是啦 金城武樹是什麼樹 金城武樹在台東 有一棵樹叫金城武樹 然後他被台風吹倒了 他們的縣長跑來找我們說 欸 張教授 這個金城武樹對我們很重要 那我說其實我長得比金城武要好看 OK 那他們說不是啦 金城武樹每一年給台東 帶來15億的觀光會 15億的觀光會 很多人來住旅社 很多人來吃東西 很多人來騎下好大車 OK 給屏東帶來很豐富的 所以一定要把金城武樹怎麼樣 拉起來 那它是不是已經斷了 它已經倒了 倒了 我說倒了沒關係 倒了把它拉起來它還是活著 我們台灣是一個多台空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榕樹 我們的九瓊 我們很多的樹 你倒了以後你把它拉起來 它還繼續長 OK 那你說砍掉還不容易嗎 我說它已經活了五六十年了 砍掉 大概只有幾分鐘就可以完成 但是的話你把它拉起來 它還可以繼續的成長 OK 那你說拉起來 如果沒辦法站得很直 無手 怎麼辦 一棵樹你把它拉起來 它沒有辦法站得很直 久了以後它就會站直 樹自己會保持自己的平衡 樹不是塞灑的人 它會保持自己的平衡 所以下一次當然這個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不要厭惡 有時候我們經過颱風 我們會更堅強 我們經過很難走的路 我們會更強壯 我們那個食物吃得淡淡的 我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緬甸的食物是鹹還是淡 我再問你一個 印度烤餅是淡還是鹹 淡 對 淡 所以印度烤餅你一次可以吃幾片 很多片 很多片 我來這個地方吃過那個印度烤餅 真的是好吃 奇怪一個小小的鐵籠子 隨便貼一貼 像天躍膏一樣拿起來都很好吃 OK 很淡 我跟你講淡才能夠吃得多 OK 上帝所賜給我們所有的糧食都是淡的 我舉個例子 米飯是不是很淡 對 米飯很淡 如果你吃米飯 米飯很鹹的話 你大概很難吃得很飽 你有沒有吃過麵包 麵包是不是很淡 麵包很甜 那都是後面的添加 真正神所賜給我們的食物都是淡的 豬肉是不是很淡 是啊 豬肉是加了很多醬油才變鹹的 OK 原來的豬肉是很淡的 雞肉是不是很淡 水果是不是很淡 對不起 水果比較甜一點 我來跟你講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所有好東西都是很淡的 跟老婆的感情淡淡的比較好 還是濃濃的比較好 都好 阿妹 都好 OK 但是我跟你講 要忍耐那個淡 其實結婚久了以後 太太比較像好朋友 像好朋友 有些女人真的很棒 可以當被人的好朋友 OK 好朋友就不需要常常化妝 真的 你們不知道我想什麼 OK OK 不要厭惡淡薄的食物 不要厭惡淡薄的食物 有時候太濃 太多調味料了 我們到時候要少吃一點 OK 所以他們就說 為什麼他驕傲 打了一個腎臟 驕傲了 然後他們就抱怨 那一次開始 我進入我的聖經節了 他們有個驕傲的前提 然後因為打完腎臟 然後他們就抱怨 然後呢 我們厭惡這個淡薄的食物 一次 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當中 蛇就咬他們 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 各位 有沒有人被蛇咬過 沒有 沒有 你被蛇咬過 你被什麼蛇咬過 清竹師 水蛇沒有堵 OK OK 水蛇沒有堵 一般 夜市乾燥的地方 蛇也堵 夜市沙漠 蛇也堵 夜市曠野 蛇也堵 為什麼 他乾嘛 所以他躲在那個岩石的底下 他咬你的時候就怎麼樣呢 一口就要把你怎麼樣 把你給抓到 所以一般講起來 島嶼夜沙漠的話 那個蛇 夜堵 台北市哪裡的蛇最多 我們住在南四角 南四角有沒有蛇 蛇 蛇 有啦 哪有沒有 OK OK 對對對 剛剛誰說大屯山 是是是 大屯山的蛇很多 大屯山系 那個陽明山的大屯山 整個蛇都很多 我自己在1990年到1996年 國家派我去調查 那個整個大屯山的那個泉水 為什麼呢 因為怕大地震來的時候 毀碎水庫如果崩的話 石原水庫如果崩的話 台北市要去哪裡拿乾淨的水 OK 那我做了好多年 那我常常在陽明山 在大屯山 常常遇到蛇 OK 常常遇到蛇 OK 有一種蛇好厲害 牠不太有毒 不過咬人很痛 叫做青蛇 你們聽過白蛇傳吧 白蛇傳是白蛇厲害 還是青蛇厲害 白蛇 其實青蛇很厲害 青蛇好厲害 我剛好在那邊 工作做完了 累了 然後我在一個石頭上 剛好一坐下來 旁邊就一隻好大的青蛇 然後牠咬我 咬我的時候 我趕快拿那個 那個我們這個 到野外常常常有那個 測量的桿子 我就壓牠 壓那個蛇 沒有壓到 那個蛇就咬那個 咬那個測量桿 聲音好大聲 這樣 他很生氣 我想那個測量桿 牠吃起來應該是淡而無味 淡薄的食物 後來牠就溜走了 溜走了以後 旁邊有個小孩子 大概只有七八歲 牠就把衣服脫下來 你知道嗎 牠把衣服脫下來 你知道嗎 然後蛇在那邊游 牠就把衣服怎麼樣 拋過去 然後就把那個蛇給蓋住了 那個蛇就躲到衣服裡面 小孩就過去把蛇 把怎麼樣 整個衣服包起來就帶回家 哇 我一個台大教授 看到那個蛇 我會怕 那個在地的一個小孩子 我想大概七八歲而已 小學一二年紀 他就把衣服脫下來 然後就拋出去 然後那個蛇就躲到那個衣服底下 然後衣服就這樣一包起來 就帶回家去了 他說這種蛇很好吃 OK 來來來來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很有趣 那我後面我們北台灣其實蛇很多 OK 其實每種蛇都可以講很多 非常有趣的故事 上帝為什麼創造蛇 上帝為什麼在伊甸園裡面 給他有蛇存在 有人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裡面有老鼠 對不起 OK 來 第六節 來我開始進入我的主題 疑似耶和華是火蛇進入百姓當中 什麼叫火蛇 就是蛇咬人 像火一樣的疼痛 那個咬你的時候 一個人如果被蛇咬的話 如何能夠使蛇脫開你的身體 沒有辦法 那個蛇的牙齒 特別是毒蛇 毒蛇的牙齒是這樣勾下來的 尖尖細細的然後向後勾 他如果一咬你的話 你無論怎麼拔都拔不掉 OK 那最後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那個保羅有一次到一個島嶼上 不是被蛇咬嗎 OK 然後他怎麼樣把蛇幹掉 甩到火裡面 對了 這就是唯一的方法 前世間唯一被蛇咬 特別是毒蛇 那個牙齒啪 咬進去的時候 唯一是你把蛇頭砍下來 他還是咬你 OK 那唯一的方法 把他放到火裡面去 用火燒 蛇一痛就 就拔起來了 用火燒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個方法 來 耶和法使火蛇進入百姓當中 那個蛇很毒 像火一樣的 一咬你就 哇這個這個很 一般被這種蛇咬到的話 大概是兩三天 還有活命的機會 如果沒有立刻去治療的話 一般都死 所以耶和法使火蛇進入百姓的當中 OK 那蛇就咬他們 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許多 很多人就死了 來 進入這個聖經節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 我們 願 那是怎麼唸 驗毒是吧 有邊毒邊無邊毒中間 OK 我們驗毒耶和法和你有罪了 求你禱告耶和法 叫這蛇離開我們 請問蛇有沒有離開他們 他們祈求上帝 祈求摩西 拜託替我們祷告 讓蛇離開我們 請問蛇有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我們常常看到有個問題 這是我分享的第一個點 我們常常看到有個問題 看到有個困難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把困難挪走 我們遇到一個難處 我們沒有要勝過這個難處 我們求神把難處給拿開 我們遇到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哇 過不去耶 好像是我的死對頭一樣 我們求神幫助把死對頭拿走 神沒有拿走 神沒有拿走 所以他求你 祷告上帝 叫這些蛇離開我們 沒有 上帝並沒有叫蛇離開他們 上帝是給他一隻銅蛇 OK 你仰望銅蛇你就活了 這個就是第七節 摩西到上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 我們驗毒耶和華和禮 我們有罪了 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有罪嗎 可能 可能 可能有人認為自己有罪 自己抱怨有罪 自己厭惡淡薄的食物有罪 OK 自己厭惡這個或那個可能是有罪 但是 可能不是真正的認識自己的罪 可能是在表面的某一個城市而已 然後他們在求告耶和華 叫這個蛇離開我們 上帝並沒有聽他們禱告 並沒有叫蛇離開 很可能禱告人又蛇還在 OK蛇還在 那這也有問題了 神怎麼做 來第八節 慢慢進入我的主題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製造一條火蛇 掛在竿子上 還被咬的 一望這蛇 就必得火 我想分享的 第二個點 上帝用銅 用一個銅 銅來做這個火蛇 銅大概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銅是一個比較軟的金屬 比較軟的金屬 所以用銅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這種扭來扭去的 比較容易做 第二個銅是金色的 我們這個銅做出來是很金的 很亮的 所以你掛起這個銅蛇 很遠的地方就看得到 那我要分享幾個 上帝對我們的拯救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銅蛇 是最後的一個方法 最後的一個方法 當然我們讀過新耶聖經 就可以知道主耶穌是被掛在十字架上 銅蛇是一表主耶穌 銅蛇是像蛇 但是呢 他又不是蛇 OK 像主耶穌 主耶穌的確是人的樣子 的確是成為人的樣子 主耶穌定十字架的時候 你猜他有沒有苦 他還是苦 主耶穌在克西瑪尼 流下眼淚 請問他是不是很難過 他的確是難過 我們今天能夠相信主耶穌 有個很重要的觀點 什麼觀點呢 他成為我們人的樣式 他體會我們的感受 OK 所以製造銅蛇叫我們忘救火 有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在意表主耶穌對我們的救贖 第一個 這是最後的一個方法 最後的一個方法 最近川普選上很多人是高興還是難過 高興 高興 OK 感謝主 我想還是要為川普祷告 因為前面路還是很難走 我今天打電話到美國 到美國去問幾個朋友 他們答案都不太一樣 OK 跟他們年紀有關係 我倒沒有說什麼 但是我真的講 我們總是認為某些政治人物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跟你講不是 政治影響的人心還不夠深 政治影響人心還不夠深 我們認為社會制度是影響人心的方式 No 社會制度影響人心不夠深 我們認為教育是影響人心的方式 No 教育影響人心的不夠深 我在台灣大學當了好多年 三四年的教授 其實 學生問題多還是老師問題多 其實我們老師問題也很多 我們老師問題也很多 我們有個笑話 十個教授開會 他會有十一個答案 就是有個教授 他又有yes的答案 他又有no的答案 他會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我這很麻煩 你要這種人就很麻煩 OK 他說這個也對那個也對 說這個 黑的也對板的也對 這個教授很難搞 教授很難搞 所以你不要跟教授結怨 我們常常在台灣說 人跟人的怨 怨就是那個抱怨 最難解開的是誰 教授 為什麼 因為他很聰明 然後他很知道 你說老師你知道嗎 對不起我比較喜歡淡薄的食物 OK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錯 我們今天有些政治人物成為我們的盼望 但是他不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他不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沒有錯 有些社會制度是我們的盼望 但是他不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沒有錯 有些教育是我們的盼望 但是他不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我們的弟兄是念醫科的對不對 他今天一看到我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念醫學五年級 他說他竟然也是 你說老師你怎麼記得 老師對犧牲就是記得很清楚 OK 我說我們當醫生的是越來越對病人有盼望 還是當久了以後會 會知道一些困境在什麼地方 我非常喜歡醫生這樣講 某某先生某某小姐 這個病我大概也不太能夠保證 大概有70%的醫治的機會 30%的沒辦法得醫治的機會 我喜歡這種答案 我不喜歡那種保證的答案 我不喜歡那種保證 吃什麼藥就保證好 開什麼藥就保證好 其實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為什麼 你不要把醫生放在 你不要把你的信心 放在醫生的身上 當然我們要相信醫生 但是我們最終的信心 不在醫生的身上 不然醫生很可憐 Amen 這醫生很可憐 醫生要過了那種那種 不斷的被良心摧殘 因為有不斷的 每一天都有人把盼望 放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就要放醫生 這個醫療活路 真的我正在講 真的我們那個最終的信心 不是放在我們的政治人物身上 當然我們某些人選上 我們會比較高興一點 因為整個時事的改變 整個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是在主耶穌的身上 在主耶穌的拯救的身上 來 你要製造一條火蛇 掛在竿子上 還被咬著 一望這個蛇 救必得火 第一個 主耶穌的救贖 是對我們罪人 最後的一個拯救 第二個 主耶穌的救贖 是唯一的拯救 唯一的拯救 那個幾百條 大大的看得到 沒有 掛一條就是一條 唯一的拯救 唯一的拯救 我們的醫血上面的標誌是什麼 也是一條幹字上面掛一條蛇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醫血的標誌 那請問 醫血的標誌也是一根木頭掛著一條蛇 跟這個掛火蛇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第一個 醫血的標誌那個蛇是火的蛇 這個蛇是死的蛇 第二個 醫血的標誌是兩條蛇 這邊是就一條蛇 你們有沒有注意看 OK 那個是希臘時代的 希臘時代的一個傳說 因為蛇雖然含有毒 但是蛇的毒可以治很多病 你們知道嗎 蛇毒可以治很多病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藥叫 雲南白藥 緬甸有沒有雲南白藥 雲南白藥 你們有聽過雲南白藥 雲南白藥什麼最有效 裡面一顆 止血的那一顆是什麼 那一顆是什麼 那一顆是什麼 那一顆是從蛇身上得來的 蛇的毒雖然很毒 但是蛇的毒 你如果把它稀釋以後 可以解決很多的病 所以在很古老的時候 在公宴前一千年 希臘就相信蛇本身可以醫治病 所以他們也是把它掛起來 掛在一個 但是他蛇是兩隻 那個蛇是兩隻 OK OK 但是聲音講那個蛇 是唯一的蛇 唯一的一條蛇 是主耶穌說我們唯一的拯救 OK 什麼時候那個標誌 變成醫血的標誌 大概在16世紀 後來在18世紀 19世紀 越來越在 在美國這個國家 越是引用這個 這個醫血用一個 希臘的一個傳說 當成標誌 但是主耶穌說的 你忘這個蛇 你忘這個蛇就會火 台大醫院為什麼要有個 為什麼要有個殯儀館 台大醫院的最底層是什麼 殯儀館 那為什麼要有個殯儀館 證明進來的不見得都火耶 我常常覺得癌症醫院的醫生 應該是很沒有成就感 所有的病人都要走 甚至很多的 我覺得哪一科的醫生最快的 大概是婦產科 婦產科那個小寶寶 這樣躺在一個房間裡面 那個外面不是有個玻璃嗎 那很多當爸爸的 當阿嬤的 當阿公的 你知道這個孩子裡面 可能將來有人 可能是殺人犯 孩子裡面將來有一個人 可能是詐騙集團的 OK 但是全世界最可愛的窗戶 就是那個鷹河網的 那個玻璃的外面 很多人在那邊 我覺得 婦產科真的很有意思 婦產科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看 全世界的爸爸媽媽 祖父母都相信那個小嬰孩 是最棒的小嬰孩 但是我覺得有些 有些的科們 哇 你是幾乎 你就知道 進來我這一科的 大概最後都走 最後都走 所以一個醫生 一個護理人員 非常需要有個 耶穌基督的信仰 為什麼 等到你最後沒有辦法了 所以你可以跪下來祷告 可以跪下來祷告 我有一次 在一個地方講到 他們那邊 有一個是 他是台大醫學院的主任 台大醫學院 非常有名 他當過台大醫學院的護院長 他告訴我說 文亮 我在念台大醫科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主治大夫 整個部門的主管 那個手會抖 那個外科醫生手會抖 平常他就會抖 他想說 手會抖的醫生可以當外科醫生嗎 手會抖的醫生 那怎麼給人家開刀呢 他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醫生是民醫 台大醫院的 非常有名的民醫 他說我當學生 就發現他手會抖 他就覺得很好奇 一個手會抖的醫生 怎麼會變成台灣大學 最有名的一個外科醫 外科的醫生 他後來發現有個奧秘 這個醫生明明手會抖 所以台醫知道他自己手會抖 所以他每次要去開刀以前 他都仔細的研究 因為他動刀時間他很短 第一個 台醫仔細的研究 最起碼不會把左腳看成右腳 然後他所有的東西 全部準備好 因為他自己知道他手會抖 還有一個最關鍵的一點 他說現在最關鍵的一點 他說醫生只要一開刀 就立刻把問題問題解決掉 很多沒有經驗的醫生 一開刀說這裡有問題 也稍微割一下 那邊有問題也稍微割一下 就出問題 所以他用最短的時間 完成他的任務 我那個非常 我為這個見證深深的感動 後來這個醫生 也成為台大的護院長 他跟我講 他說文亮我終於體會到 我的老師手會抖 竟然是台大的 最有名的一個外科醫生 那為什麼 他也知道他手會抖 所以他每次在開刀的時候 他已經仔細的研究過 然後用最短的時間 完成他的任務 所以病人很少被感染 病人很少被發炎 病人很少不需要動刀的部分 也就不會被動刀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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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的是很感動 所以後來他就說 因此我就敬佩 每次要去開刀以前 我都仔細的研究過 然後用最短的時間 完成我的任務 OK 用最短的時間 完成我的任務 來我再講回來 上帝用一條火蛇 證明上帝用最快的方式 在解決問題 上帝用最快的方式 在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醉了問題 醉了問題 蛇 蛇的英文叫什麼 Snake Snake 還有沒有一個字 Servant 這兩個字 都是一樣的來眼 什麼來眼 爬 爬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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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電影上這樣演 那個蛇很遠的看到你 然後就慢慢的過去 我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蛇是個近視眼 蛇的眼睛很不好 雖然蛇的眼睛很可愛 OK 蛇的眼睛很不好 蛇會咬到人是因為你接近他 所以你接近他才咬你 這個東西有跟醉很像 總是慢慢的進來 然後他不會從演出來追你 是你因為你跟他太近了 啪 他來咬你 第三個 蛇只要一咬你的話 他就控制你 蛇的毒進去你的大腦 進到你的血管 進到你的神經 跟醉一樣 醉影響到我們是控制我們 控制我們 神說有一條蛇 是用銅蛇來做 所以那個背後我要講的第三個點 其實是上帝在互代價 上帝的拯救 其實完全不在我們 上帝的拯救 只有在完全在上帝自己 主耶穌為什麼我們稱呼為主 這是主上帝所應許我們的 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是上帝互代價 我們並沒有互什麼代價 我們互什麼代價呢 我們旺就火了 回講的第四個點 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使用最簡單的方式 旺就火了 我有一次去布道會的時候 我遇到有個學生 他的禱告我很清楚 他後來成為一個體育系的教授 我記得他的禱告 因為我是他的輔導 我在他的旁邊 他在那個 絕制的布道會裡面 他這樣講 主耶穌算我一問 你看 還有這種禱告 主耶穌算我一問 OK 真的感謝主 算我一問 OK 這種禱告就很簡單 很簡單 算我一問 OK 在拯救的路上 你算我一問 這個到現在他還是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體育老師 一個學體育的教授 我要講 主耶穌的拯救 第一個 他是 第一個 他是最簡單的方式 第二個 他是最 最後的一個機會 最後的一個機會 第三個 你被咬的是最 最沒有道理的 哪有忘救火 哪有說 我們忘救火 是不是不太有什麼努力 我們唯一的努力怎麼樣 就是把眼睛轉過去 就看這樣而已 很多人很難信耶穌 他們認為信主要很困難 他們認為信主自己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他們認為信主就是自己要想得通 都不用 上帝所提供的方法就是忘救火 忘救火 忘救火 你說老師啊 你自己感冒趕這麼久 你到底有沒有忘耶穌啊 我太太走了兩年多了 我感冒的時候我就很難過 為什麼呢 家裡只有一個人 也沒有人來給你喝熱水 那沒有人給你喝熱水 你怎麼辦 怎麼辦 自己起來炮啊 OK 沒有人來安慰你 那怎麼辦 起來讀聖經啊 OK 沒有人可憐你怎麼辦 忘救火啊 你說忘了老半天 你還不知道醫院裡面去吃藥 我說是 但是我球主讓我心裡的力量可以剛長起來 也許我喉嚨的力量不行 也許我鼻涕還是當然有 也許我裡面還是有痰 也許我還是有發燒 OK 也許我還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還有一個致臉的問題 OK 但是我球主 我忘救火 球主讓我心裡的力量剛長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禮拜天還要來這個教會講道 因為我這樣講 真的是 球主讓我們心裡的力量剛長起來 那我怎麼剛長 忘救火 OK 主你替我火 我們深度的軟弱只有主替我們火 我們深度的困難只有主替我們火 我們深度裡面那個深深的軟弱 深深的黑暗 深深的無助 深深的抱怨 只有說主啊 願你的聖靈進到我們的心中 替我們火 替我們火 所以我並沒有說我們忘救火 忘救火 OK 所以你說 你昨天有火今天有火嗎 我今天還是一樣的仰望主 我昨天活著 前天我活著忘救火嗎 忘救火 昨天忘救火今天怎麼樣 忘救火 明天呢忘救火 所有的困難 所有的困難我們就忘救火 就這麼簡單 忘救火 OK 你說你困難還不是在 對啊 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火蛇咬他們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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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摩西 建立一個把火蛇 拉起來的話 火蛇還是在啊 上帝可沒有叫火蛇離開啊 上帝說你要的是你在困難當中 你仰望 仰望主 仰望這個 同省 OK 所以的話呢 環被咬的 一望這蛇 做必得火 OK 欸 請問我們活到什麼時候 我們活到什麼時候 欸 我聽說我們的 我們的師母安息的是吧 欸 我們師母安息的 請問他 他現在是不是還活著 師母現在是不是還活著 是 主耶穌說還活著信我的 就永遠不死 主耶穌說還活著信我的 欸 我們是不是活著信信主 是啊 主耶穌說還活著信我的 就怎麼樣 永遠不死 欸 我太太是不是走了 是 我太太走了兩年多了 那請問我太太在哪裡 在主的身邊 他是不是還活著 Yes 他是還活著 最起碼他活 他跟主活著 還有他活在我心中 我雖然身體軟弱 我昨天晚上我還夢到 跟我太太在一起 前天我也夢到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大前天我也夢到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你說到底有沒有跟你在一起 他在我心中 還有他在主的旁邊 OK 所以耶穌說還活著信我的 怎麼樣 救命不死 救不死 救不死 你說他不是已經 醫生都開了死亡證明了 欸 我跟你講 醫生常常開偽造文書呢 欸 那個是為了要抱 我們要抱那個 那個什麼 抱什麼鎖 我們要去那個什麼鎖 驅公鎖 對了 我們要去驅公鎖登記 我們要申請保險 我們要做很多的手續 都需要醫院開了十幾張的那個死亡證明 其實那個死亡證明是偽造文書 偽造天國的文書 OK 你不要被他嚇 OK 你不要被他嚇弄 神力應許我們 還活著信我的 終必怎麼樣 不死 救必不死 所以我為什麼 主耶穌會來接我們 所以我雖然今天來 沒有看到老師母 我相信他在活在主的身邊 變得好得更好你知道嗎 更好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痛苦 那個有時候 人到最後那個痛苦真的很深 OK 那主耶穌親自來 親自來 我太太要走的那一天 那天晚上 他是清晨走的 我陪我的太太在醫院 在台大的癌症醫院 我已經陪了一百多天了 他那個晚上 因為我睡他隔壁 因為我睡那個台大的癌症病房 我睡他隔壁 我太太跟我講 說張文亮起來讚美主 我太太從來不敢叫我張文亮 我太太每次叫我文亮 不然就叫我阿呼 所以我說張文亮你起來讚美主 我在睡夢中 所以我就起來 我就 OK 我根本不會禱告 也很難過了 OK 那我說讚美我就讚美 然後完了以後怎麼樣 我就跑去睡覺 我再說一遍 張文亮起來讚美主 我不知道他做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他不久以後他就安息了 大概幾個 大概幾小時之後他就安息了 我難忘他所講的 張文亮起來讚美主 我其實第二次我起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禱告什麼 因為我真的半夜被他叫起來真的好累 在醫院很難睡 在醫院真的很難睡 哇真的是能夠睡就趕快睡 然後被他叫起來 其實頭腦就昏昏的 但是我現在私後回頭想 我知道我的姊妹看到某些事情 看到主來接她好的無比 好的無比 OK 有一天的話我也會好的無比 OK 我告訴我的學生 我的那個弧幕的門口 上面寫什麼字 如願以償 你看 你看 我的學生都知道 我那個弧幕上面就寫個如願以償 OK 感謝主 讚美主 所以的話呢 環被咬了一望這所就必得活 神說活就永遠活 神說活就永遠活 我們的生命是主耶穌的保險所贖回來的 我們身體雖然會已毀壞 但是我們裡面有一個主耶穌得勝的生命 護活的生命 永遠不朽壞的生命 在我們的裡面 在我們的裡面 你說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 也許我們人類所看到的只是個三度空間 我們人還有一個看不見的空間 OK 所以他說你一望這所你就必得活 那在當時是 是只有他們短暫的得活 這是在主耶穌被定十下以後 我們的得活是怎麼樣 永遠得活 我是個教授喜歡用腦筋來認識事情 這件事情在挑戰一個台大的教授 上帝用莫名其妙的方法來拯救我 上帝用最簡單的方法來拯救我們 上帝用最直接的方法來拯救我們 上帝用最愚面的方法來拯救我們 忘救我 感謝主 上帝如果用很聰明的方法 最後大概只有台灣大學老師得救 一般人都沒有辦法得救 上帝要讓所有人能夠信主的人都可以得救 他用最簡單的方法 忘救我 忘救我 所以我們在任何的男主裡面 我們會忘救我 OK 忘救我 我說主啊我如果很難活 你替我活嗎 你進到我的裡面來 在我最深的軟弱 最深的難過 最深的悲傷 最深的困擾 最深的困難 求你替我活 因為只有你能夠進到我那麼深的地方 別人還很難 老婆很難 老婆是不是可以懂我們的心 那個妹妹你說一下 先生是不是可以懂我們的心 他還沒結婚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樣好了 這個妹妹好了 這個妹妹 你應該結過婚 你比我大 OK 這個姐姐也好了 他真的比我大嗎 看起來比我年輕 OK 你比我大 真的可以懂我們的心嗎 很難 先生可以懂我們的心嗎 有時候 有時候可以 他一個滿好的先生 他一個滿好的先生 我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覺得很難 有時候台南也很難懂我的心 有時候我也很難懂 懂台南也心 不過有時候不要淺懂 有時候不要淺懂 保留一點神秘感 還有一點怎麼樣 成長的機會 OK 天至高我們測不透 地至深我們也測不透 君王的心我們也測不透 老婆就是君王 Amen OK 所以的話呢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製造一條火蛇 最簡單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最莫名其妙的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 忘救火 忘救火 哇 這何等的恩典 其實這個背後不是我們行 是上帝付出代價 上帝付出這個代價 同時算不得什麼 但是呢 主耶穌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 我們全世界其實就忘他能夠火 其實我們忘川普大概也沒什麼用 OK 我們忘 我們總統叫什麼名字 賴清德也沒什麼用 OK 真的沒什麼用 人家自己也知道他沒什麼用 OK 真的沒有一個人 真的真的沒有一個人 是我們值得我們一生的仰望 沒有一個人 就是有非常好的老婆 非常好的先生 也沒辦法一生仰望他 這裡 就這裡 我們這裡回來仰望我們的主 最後就結束了 摩西被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桿子上 是個木頭的桿子 桿子 桿子就是木頭 OK 我不知道掛多高 OK 把它掛起來 還被蛇咬的 一望這銅蛇就火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在仰望銅蛇 仰望主耶穌就得火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一面仰望 一面看自己的傷口 主啊 我這邊被蛇咬我好痛 主啊 我這個地方被蛇咬 我在花燒 像火在燒一樣 一個人如果看自己的傷口 永遠不得權益 我覺得這個地方最難 這個地方最難 明明自己有受傷 因為他說環被蛇咬的 證明你有受傷嗎 我們很容易看自己的傷口 主啊 就這裡 這裡就是我的需要 這裡就是我的難處 你看你的難處 你沒辦法得救 只有仰望銅蛇才能夠得救 包括我們自己的丈夫 我們自己的太太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婆媳問題 我們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很容易注意我們的傷口 其實注意傷口沒有用 注意傷口沒有用 注意傷口的話 只有人生只有唯一的仰望 就是仰望主耶穌 因為注意傷口沒有錯 你注意你的傷口 但是主耶穌說 怎麼樣 要怎麼樣 忘這個蛇 不是忘你的傷口 不是忘你的需要 不是忘你的難處 我跟你講 我們很多難處 其實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解決了 我們今天很多很多的難處 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的能源問題 我們的 其實我這禮拜還有幾個演講 在外面的一些 學術團體 我深深的知道 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都沒有辦法解決 而且越嚴重的問題 越沒辦法解決 所以怎麼辦 仰望銅蛇 仰望主耶穌 你不要低估我們的教會 我跟你講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他能夠有正確的方向心 是因為有教會 整個教會是整個國家裡面 正確的行動力跟正確的方向 你不要低估教會裡面的幾個弟兄姊妹 因為他們跪下來祷告 整個國家可以被神帶向正確的方向 國家不是靠議會 國家不是靠法律 因為法律裡面沒有赦免 法律裡面沒有保險的赦免 我下個月要到警察學校去演講 去做步道 我已經去過幾次了 海北警察學校喜歡請我去 上一次去的時候才好玩 上一次去的時候他們學校還不讓 他們的基督徒貼說有張文亮教授要來 那天晚上我就去步道了 我都不知道他們學校說禁止貼任何的 步道的彈杖 前天晚上 那個學校的最高的那個主管 到他的岳母家去吃飯 岳母說 我的女婿請讀張文亮老師的書 他後來跟我講 他說發抖 為什麼呢 是他禁止在學校張貼胡音的演講 是他禁止的 結果晚上回去他的岳母跟他講 你平常要讀張文亮老師的書 其實這事情是他跟我講 我怎麼知道 他隔天上午去 他說怎麼辦 他晚上就來了 然後呢 貼海報也來不及了 怎麼辦 他自己到餐廳去 同學們 晚上從餐廳 胡音聚會 所以那時候去胡音聚會 好多人來 沒有人敢離開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還坐在地盤還沒有離開 最後他說要全部都拍照 大家更不敢離開 OK OK 我真的講 有時候真的講 我們不要仰望人 人的確我們可以看 但是真正的得救 在主耶穌 真正整個國家在往前去 我跟你講 教會的力量 弟兄姊妹跪下來的力量 我們遵行真理的力量 我們不要以為說 議會 法律 政治領袖 經濟領袖 社會領袖 教育領袖 可以給我們帶來幫助 真正能夠望救活的 只有主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仰望 來 我們這個禱告就結束了 主耶穌這個世界很動亂 但你容然是我們唯一的仰望 主啊 這個世界有很多很糟糕的現象 主耶穌我說 你容然是我們仰望的對象 主耶穌我們說 國家有很多的問題 我說教會才是真正能夠 把國家帶到有福的地方 把國家帶到正確的方向 把國家帶到得勝的方向 因為只有這裡有人在仰望主 主 我們仰望你 歷史歷代 在好多的歷史上來告訴我們 因著教會的呼吸把整個國家 帶到正確的方向 其實因此我們在任何的地方 我們永遠知道說 主是我們唯一的仰望 望救活 望救活 那麼不合道理的方式 那麼直接的方式 當然很多人很抱怨 為什麼望救活 但是望就是活 我們這些望過 望過主的人 我說主啊 我容然有傷口 他說我不看我的傷口 我仰望我的主 我容然有難處 就是火蛇依然在我們當中 他說我容然仰望我們的主 主啊 如果我看我的傷口 我就活不了了 我要仰望主 仰望主 仰望那些為我們定在實價的主 因為你得勝 我們就得勝 因為是天父在那邊互代價 因此我們是何等的親神 謝謝主 讓我們的一生裡面 勇敢傳揮 讓別人可以再來仰望主 因為所有難處 也許不是方法可以解決 也不是心理學可以解決 不是科學可以解決 不是哲學可以解決 不是社會學 華麗學可以解決的 只有仰望主 仰望主 仰望那些為我們定實價的主 不要再讓我們一生裡面 花很多時間在仰望我們的傷口 仰望我們的難處 仰望我們的黑暗面 仰望別人的黑暗面 期待社會要能夠改革 沒有回到主人面前去 只有仰望同舌 我們才能夠得火 祝福我們的教會 你把我們擺在南斯角 我們為周圍的居民仰望主 你把我們擺在工作裡面 你為我們工作的仰望主 你把我們擺在學校裡面 為我們每所在的地方 我們的仰望主 巴不得能夠把更多 那些永遠護我的福音 傳給我們周圍的人 讓他們在各樣的難處裡面 也許我們不能夠幫助 但是我們忘救火 主啊 有時候我們為了面對這個難處 我們變成一個扭曲的人 有時候為了要逃避某些的難處 我們成為一個扭曲的人 為了避開一個難處 我們進到另外一個難處裡面 為了避開一個困難 我們進到另外一個困難裡面去 只有你自己 重新挪轉我們的眼目 不斷地仰望在主的身上 主啊 我們昨天仰望主 我們活 今天仰望主 明天活 我們今天活 我們明天依然仰望主 不只為我們的自己 也為我們的家庭 為我們的孩子 為我們的父母 為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教會 讓教會成為這個時代 最後的眼 最後的光 我仰望主 祷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最愛的祝福 也為我們要注意到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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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